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下逼遇》讲的是 A7R Mark III HR3这台相机 那么这台相机是索尼前段时间才刚刚发布的 就我个人的感觉 好像大家对于这台相机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一方面是因为索尼搞的这个发布会非常的盛大 另一方面应该是第一次看到索尼在中国进行全球同步的新品发布会 而且请了很多的专业的摄影师 还有现场的直播 所以看来还是比较重视中国市场 另外一方面尼康的D850前段时间刚刚发布 所以HR3这时候出来 感觉好像索尼是故意要跟D850这台相机对着干 那么我当然作为一个穷逼 肯定是不可能买这样一台相机了 所以说这次的HR3这台相机 依然是由我们的金主位于共享相机提供的 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屏幕上二维码 调转到淘宝链接 那么HR3发布以后 其实各方面的争议也很多 一方面是关于它用的CMOS 实际上是跟HR2是一样的 或者是指标上来说是一样的 都是4600万 对焦点的数量 包括动态范围的测试的水平都差的不是很多 但是另一方面 各位已经可以看到了 相比于HR2 HR3它的整个的设计 其实是跟A9是一样的 这边有一台A9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后面板实际上是跟A9几乎来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讲了很多索尼相机有哪些槽点 尤其是操控方面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相机就是HR2 不光是系统反应很慢 而且机身的操控非常的别扭 不是很好用 那么就我这几天使用下来 感觉我觉得A7R3这台相机 虽然说是CMOS指标上是跟A7R2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批了一个像A9一样的外壳 所以说从操控性来说 相比于A7R2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相机到底有些什么提升 那么首先我们来还是先看一下外观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它其实跟A9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从机背上的设计包括新加的对焦的拨杆 包括更大的拨轮以及这些按钮的布局 跟A9可以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有两个很小的区别 一个是它的这个快门就是摸起来比较平一些 但是A9这个快门我在A9的部下BBE说过 它的这个快门会比较古一些 比较饱满一些 第二个区别就是我之前A9那期视频也说过 索尼的视频录制按钮这回是移动到了取景器的右下方 A9也是一样但是这个按键的手感跟A9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A9这个按键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A9的这个按键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比较扁一点 所以说它按下去这个键程比较短 可以很轻松的就按下去 但是HR3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按钮比较长 感觉鼓出来很多 所以说它按下去的时候这个键程比较长 比较不太容易按下去 或者说需要花一些力气才能按下去 那么我想可能是因为 索尼摄影师认为HR3会经常被用来拍视频 所以想让这个录制按钮避免误按 所以说才这么设计 这是我发现的一点区别 但是绝大部分的设计都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可以认为是一个装了4200万像素CMOS的A9 当然我们这回的这个SD卡卡槽也是变成了两个 我之前一直对HR2不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它这个SD卡的插槽限制速度 不管是你的写入还是读取都非常的慢 所以说在你回放的时候 如果你放大的时候 它会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回放 但是这回HR3因为这个SD卡的插槽速度快了很多 那么在回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同时按下这个放大按钮 你可以看到A7R3几乎不用怎么等待就可以回放完成 但是A7R2就不可以 其实我给A7R3用的SD卡速度并不是很快 就是一个一般的索尼的U3的卡 A7R2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用的是一个Toshiba的卡 它的读取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SD卡的插槽速度终于是解决了 我认为可能我使用A7R2过程当中最恶心 最觉得痛苦的部分 就回放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包括连拍多张以后 它可以立刻进行回放 不需要任何的等待 这就是SD卡插槽改进以后 对于这台相机的整体使用体验 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说到连拍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见 A7R3的快门声音跟A7R2完全不一样 它的声音比较的清脆 因为它这回的连拍速度提升到了10秒每张 A7R2只能是5秒每张 虽然说A9可以达到10张或者20张 但是它是使用的电子快门 你听到的这个声音 只是相机发出来的一个音频 你需要把这个连拍变成L 就是低速连拍 然后它的连拍你就可以听到 它的连拍速度就是5张每秒 那么这个声音我听起来 感觉是跟A7R2很相似 感觉机械感比较重 声音比较大 而且如果你在连拍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机身的震动非常的厉害 但是A7R3的连拍可以听一下 有点像63006500的那个快门 就是声音比较轻 震动比较小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改进点 如果你比较喜欢 那种比较清脆的连拍的声音的话 A7R3的这个快门声音 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A7R3在连拍的时候 取景器当中的画面 并不会像A9一样无黑屏 而是立即显示上一张拍摄的照片 看起来比较像6300或者6500的高速连拍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踪一些 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物体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当然10张每秒的机械快门连拍 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使用闪光灯的 虽然A9的连拍速度很快 但是使用的是电子快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支持使用闪光灯连拍 当然HR3也是有静音拍摄模式的 静音拍摄 给它设成开以后 它的快门是没有任何声音了 但是这个静音快门 跟A9的静音快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A9虽然说 它连拍的时候用的是电子快门 但是因为这个 静音快门的独出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你在拍摄的时候 即使是屏幕上有移动非常迅速的物体 它也不会出现那种 Rolling Shutter 就是卷连快门的效应 但是HR3的 这个静音快门的独出速度 跟A9还是不在一个级别 所以说当你使用静音快门 拍摄运动的物体的时候 或者是在拍摄的时候 移动相机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典型的 卷连快门的效应 就是普通的使用 电子快门的相机 都会有的问题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上有一个波纹 这个波纹是因为 一般的电子快门 它就要独出 所以说我现在使用的照明灯 它是有一定的频率 所以说在电子快门独出的时候 灯光那个频率 就会有一种明暗的差别 就会产生这样的波纹 但是A9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A9的快门 独出速度非常的快 虽然说它有一个静音快门 但是还是会有卷连效应 但是因为这次的HR3 它其实是可以达到 10张每秒的连拍的 你可以听到这个 连拍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说如果你对于 快门的声音 没有绝对的要求 比如说需要在一些 非常安静 需要保持绝对 没有任何声音的环境 比如说教堂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拍电影的时候 需要拍一些剧照 之类的这种环境 或者是新闻采访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而且10张每秒的话 我认为可以应付 绝大部分的要求 因为我个人使用下来 用A9的话 我几乎没有用过20张每秒 基本上都是10张 因为我觉得10张每秒 已经可以满足我 所有的拍摄需求了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 静音快门的需求的同时 不希望有卷链快门的效应 如果只是拍摄一些 静止的物体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 这个静音快门的 当然这回HR3也是加了 跟A9一样的摇杆 所以我移动对焦点的时候 终于不那么痛苦 我之前吐槽过HR2 移动对焦点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慢 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且不能使用滚轮 其实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使用滚轮的 就是在自定设置里面 可以设置一个按键 比如说自定设按钮1 自身对焦设置 所以这时候 你在按C1以后 它会进入这样的 这个界面 是跟过去的 选择对焦点的界面 很相似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 利用前后波轮 来更改对焦点 但是这个更改对焦点的速度 我之前也依然吐槽过 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这次HR2 增加了这个摇杆 这个移动对焦点的速度 非常快 但是我发现 有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我移动对焦点的时候 它这个移动速度 是一穿一穿的 就是说它的移动速度 不是很平均 这个跟A9上面的 使用感觉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 没什么关系 同时呢 这回也是跟A9一样 增加了这个触摸屏 你可以看到 使用触摸屏移动 这个对焦点 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它这个屏幕的反应速度 其实是跟A9一样 不过无所谓 我觉得有这个触摸屏以后 已经用起来很爽了 那么这回的这个HR3的屏幕 实际上是要比A9 还要分辨率更高 显示的锐利度更好一些 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它的这个显示的 锐利度更好 所以说假如说 你使用手动对焦的话 使用屏幕进行取景 微调焦点会更容易一些 虽然说达不到 松下的屏幕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 跟以前的索尼的相机 有很大的差别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 看到A7R3的屏幕 要比A7R2要好很多 A7R2的人像拍出来 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脸都是蜡黄蜡黄 但是呢 A7R3它这回 不太清楚是屏幕好 还是说它这个 白屏屏的算法比较好 还是因为它这个 有特殊的这个JPG的处理 反正我觉得 起码给Mate看以后呢 能反应都会比较好 虽然说跟佳能比 还是有些差距 但是已经比 以前的索尼相机好很多了 那么侧面这个接口呢 跟A9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A9上面的话 是麦克风和监听的接口 A7R3呢 它是监听接口和HDMI 那么它录音按钮呢 被移到前面了 看它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闪光灯的PC同步口 去掉的就是A9的 网线接口 因为可能这个是 对于体育摄影师有用嘛 那么它多出来的这个接口呢 很有意思啊 它有两个USB接口 一个是USB Type-C的 看到上面 下面这个是Micro-USB的 那么这个Micro-USB呢 是跟之前的功能是一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 索尼特殊的一个 叫做Multi的USB口 那么可以连接 快门线啊之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快门线 来操纵HR3来 比如说拍摄延时之类的 因为HR3 它的这个菜单里 已经跟A9一样 把这个APP的东西去掉了 就是你没有办法装 延时拍摄的软件 它内置又没有定时拍摄的功能 所以说你想要拍摄延时的话 就要使用 它们官方的快门线 或者第三方的快门线 那么同时呢 因为延时拍摄的时候 需要长时间的供电嘛 所以说它上面的 这个USB Type-C的接口呢 就是可以连接外部的电源 那么两个USB接口 一个是连接快门线 一个是连接外部电源 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 电池呢 当然也是跟A9是一样的 这个非常大的电池 我个人使用下来以后呢 会发现这个电池 真的是跟A9一样 非常的耐用 虽然说大家可能看到 是只剩61%的电了 但是我这是拍了一天 并且呢 还开着WiFi 传输了很多照片 并且还有刚刚 大家给大家演示 消耗了这么多的电量 那么我从早上开始拍摄 是99%的电 所以说还是非常耐用的 那么在同样的拍摄强度下呢 HR2呢 只剩17%的电 而且呢 这还是第二块电池 不是第一块 第一块电池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HR3的 续航能力相比于 过去来说 应该是提高了非常多了 如果你是经常做长时间的 比如说婚庆拍摄 或者是活动拍摄之类的吧 就是说这个电量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令我满意的吧 好 那我们外观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讲完了 其实跟A9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菜单有一些什么改进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菜单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菜单呢 是跟A9一样 已经重新设计过的布局了 但是呢 它有很多很细微的纠改 比如说一些选项呢 它跟A9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选项的安排不一样 还有一些选项呢 是A9上没有的功能 这些很细小的东西呢 我一点一点给大家来讲 那么首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格式的选择 那么我们之前选择 RAW&JPEG的时候 就是RAW格式加JPEG格式的时候 索尼的相机是没有办法 选择JPEG格式的影像质量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A9的菜单 那么当我们选择 这个影像质量的时候 只能选择RAW RAW加JPEG和JPEG的质量 就是你在选RAW加JPEG的时候 是不能选择JPEG的质量 HR3呢 终于是可以在你选择RAW&JPEG的时候呢 单独的选择JPEG的质量 以及JPEG的尺寸 这个就很方便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 有些客户想要先拿一些 尺寸比较小的 体积比较小的样张 先拿回去选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自己保留RAW格式的照片 同时把小尺寸 小体积的照片 传给客户 或者是让他们去选片 这样就非常的方便 因为毕竟4200万像素 做的相机 还是JPEG的体积也是很大的 然后这个API-C Super 35的设置呢 跟A9又不一样 它分成了两个选项 以前是三个选项 你可以看到 以前是开自动和关 那么这回变成了手动自动 然后在手动的时候 设置开和关 我感觉这样的设置很奇怪啊 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好吧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好我们继续看 这回呢 HR3呢 增加了一个叫做 像素转换多重拍摄啊 又是翻译的非常恶心的名字啊 其实就是Pixel Shift 就是像素偏移 它这个Shift的翻译成转换啊 其实就是偏移 就是偏移一个像素 那么通过连拍四张照片以后呢 它可以获得一张分辨率相同 但是画质非常好的照片啊 这个解析力 包括动态范围 都有很大的提升 当你打开这个设置以后呢 下面是可以选择 每张拍摄的间隔的 我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是当你打开这个像素转换的时候 进行拍摄的时候 它这个是没有任何快门声音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下门连拍了四张 但是每一张都没有快门声音 我觉得可能索尼认为 快门的振动呢 会影响CMOS一个像素移动的精准度吧 所以说没有声音 这个功能呢 其实之前在宾德啊 奥林巴斯啊 包括最近松下出的G9 都有这个功能 假如说你对于拍摄的解析度 要求比较高的话 使用这个模式拍摄出来的画面 会非常非常的锐利 但是具体的画质 包括有些什么问题呢 我后面会讲 下方呢 这个是memory call 自定设置的保存 那么这回呢 是可以选择你保存的 SD卡1上面 还是SD卡2上面 A9上面是不提供这个选择的啊 这个是也是新家的一个很小的功能 其他的一些设置呢 其实跟A9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就讲一些 跟A9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回A7R3呢 提供了一个叫做 多重测光时人脸优先的选项 我之前在吐槽索尼相机的槽点 那期视频里有讲过 当使用索尼的人脸优先 识别模式的时候 如果识别到人脸的时候 它就会以人脸进行测光 但是如果没有识别到人脸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你的测光模式进行测光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识别人脸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那么你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就一会儿以人脸曝光 一会儿以背景曝光 这样就会明暗交替嘛 这回增加了这个选项呢 就是当你开启人脸优先识别的时候呢 即使是识别到人脸 也可以不以人脸进行测光 所以说你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就不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 这个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功能A9上也没有 但是我估计呢 以索尼这个尿性 把这些功能更新到A9上面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回的这个Picture profile 图片配置文件呢 终于是加上了S-Log3 之前的HR2呢是没有S-Log3的 一直是HSR63006500配置 同时呢这回又增加了一个 新的叫做HRG的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你需要连接一些支持 高动态范围的监视器 或者是电视机才能看 但是具体呢 用到这个功能的人都比较专业 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就不讲了 那么这回的视频拍摄呢 它提供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低码率的选项 那么A9上面呢 只有这种高码率的选项 比如说50兆的 但是A7R3呢 提供了一个25兆和16兆的选项 那么假如说你对于码率的要求不是很高 或者是拍摄的画面呢 移动的东西不是很多 所以说其实对于码率的要求不高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低码率的视频格式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录制时间会加长很多 一般是比较适合那种 记录一些讲课的过程 或者是定点的记录婚礼啊之类的 那么一般的机位都是放在那边不动 移动的东西 或者是画面中更改的物体比较少 那么这种低码率呢 非常的适合这种长时间的拍摄 好这个Proxy录制 这回又改了名字啊 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双摄录制 我感觉这个改了名字以后更加的清楚了 因为双录制呢 其实就是录制一个全分辨率的格式 同时录制一个代理格式 那么比如说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呢 就可以以这个代理来剪辑 那么预览的速度会快很多 那么这回的自定义按键呢 就是拍摄照片的时候的自定义按键 一个是拍摄视频的时候的自定义按键 那么以前比如说A9 它的自定义按键的设置呢 是只能设置拍摄 就是说不管是拍摄照片还是视频 它都只能在这里面一个菜单设置 或者是在回放的时候 设置一些自定义按键 但是呢HR3呢 是可以针对于视频拍摄的时候 单独设置自定义按键的 可以看到它有叫做遵照自定义 后面有一个小删的标志 其实就是拍摄照片的标志 就是说它跟前面的这个 拍摄照片的自定义按键 设置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拍摄照片和拍摄视频的时候 设置两套按键的映射 那么地点对于很多拍摄视频的用户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拍摄照片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有可能经常需要修改的功能呢 不太一样 那么这回的自定义按键呢 新加了一个比较好玩的选项 APS-C Super 35 或者全画幅的选择 那么之前的索尼相机 是没有办法设置自定义按键的 那这回可以增加了 那么在回放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设置某一个按键 来进行保护照片或者是分级 保护照片的话 就是防止照片被意外删除 那么分级呢 就是给照片打星级 你这边可以看到 想要打几星 那么我现在设置成C3按钮 比如说我刚刚拍摄的这张波纹的照片 非常的有艺术感 我就按它 我打个五星 特别好 这个自定义按键呢 就可以这样 还有一个功能呢 我之前讲A9的时候 没有讲到啊 就是说这个转盘EV补偿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索尼的相机是有这个 独立的曝光补偿转盘的 就是说你直接在这边更改 曝光补偿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有些人比较习惯使用 这种前后波纹来更改曝光补偿 所以说你就可以设置 转盘EV补偿为 前波纹或者后波纹 你需要把这个 曝光补偿波盘拨到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通过 你刚刚设置这个波纹 来更改曝光补偿了 这时候的曝光补偿呢 你是可以突破正负三的 可以达到正负五 如果你需要这么宽的 曝光补偿的话 是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的 然后在回放菜单呢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选项 叫做显示连拍组 假如说你把这个连拍组 打开的话 你在回放的时候呢 比如说刚刚我给大家 演示连拍的时候呢 拍摄了很多组照片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看起来 就是有很多照片叠起来了嘛 这就是一个连拍组 它就会把一组连拍的照片 给叠到一起 那你在回放查看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容易的 找到哪张照片 那么你如果想要 看这个连拍组的话 可以点中间的按钮 可以查看当前连拍组的照片 那么右上角 这次连拍总共拍了多少张 如果结束查看的话 再点击中间 那么当你有多次连拍的话 这样查找起来的话 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A9那期 我也没有讲到的是 索尼的菜单 终于增加了这个 我的菜单的设置 就是你可以添加 任何你比较常用的菜单选项 到一个自定义的菜单 这个功能 其实早就应该添加 加东的低端的相机 都有这样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加的是有一点晚 在连拍过后 你可以看到 屏幕上会有显示 连拍缓存清空的进度条 那么这时候 你是可以进行回放 可以进入function menu 此时也可以进入menu菜单 不像A9 A9是没有办法进主菜单的 但是虽然说你能进来 但是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看到 它都智灰了 就是说不允许你修改 所以说也依然是很坑 好吧 基本上的菜单就这些了 我就再聊一点 别的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 首先一个就是对焦 虽然说可能大家认为 A7R3用的是跟A7R2一样的 CMOS 它的相位对焦点 也没有变是399个 但是它增加了400个反差对焦点 也就是说之前A7R2 是只有25个反差对焦点 但是A7R3是有425个反差对焦点 所以大家知道 索尼的相机在对焦的时候 是使用混合对焦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单次对焦的话 相位对焦点 只是一个辅助 那么最后确认对焦的时候 是使用反差对焦点 那么多出来的这些对焦点 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不管是对焦的速度 对焦的反应 还是对焦的精度 都要比A7R2要好很多 那么尤其是在一些 比较暗光的环境下 或者是在一些隔着玻璃拍摄的情况下 A7R3的表现都要好 并且在一些暗光的情况下 远远要比A9好很多 那么我之前有吐槽过A9 在不是那么暗的情况下 都有拉风向对不上人脸的情况 但是A7R3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你经常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进行拍摄 或者是不满意A9的单次对焦的水平的话 A7R3肯定会让你很满意的 连续对焦的话 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我个人感觉在拍摄很快速的移动的物体 可能没有A9那么好 但是应付一般的这种走动 或者是移动速度不是那么快的物体的话 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它这回的人眼识别 眼控对焦也提升非常的大 我在外拍的时候有使用过 那么在相同的情况下 A7R2比如说人稍微侧一点 或者是光线稍微差一点的话 它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眼控对焦 但是A7R3就不会受到这种干扰 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 人眼识别的成功率都很高 而且准确率也非常的高 甚至闭上眼睛都可以很好的识别 所以说你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眼控对焦的 当然其实我更习惯于使用单点对焦 因为比如说被摄对象 它的目标比较小的情况下 比如说距离你比较远 那么这个人脸识别 可能就没有那么特别的顺利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拍半身 或者是全身的大头像的话 这个A7R3的人脸识别 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原来是拍摄的画质 A7R3的CMOS跟A7R2是一样的 就是4200万像素 那么我对比拍摄下来 发现这个画质有一点点的提升 如果你放大到100%的话 这种左右对比可以看得出来 有那么一点提升 但是你要说它有很巨大的提升 看得不是很出来 包括动态范围 包括噪点水平 差别不那么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如果你对于静态照片的拍摄画质 有期待的话 可能会让你比较失望 不过这回A7R3是增加了 像素转化Pixel Shift这个功能 它可以在拍摄一幅画面的时候连拍四张 然后通过他们索尼提供的 这个叫做Image Edge的一套软件来 来合成一张相同的像素 但是解析力高很多的一张照片 那我出去做室内拍摄的时候 有用过这个功能了 发现确实这个提升非常明显 我会放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相同的位置 包括这个砖块 包括床单被子的纹理的细节 包括周围环境的植物的细节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就是因为它每一个画面的像素点 叠了四个实际的像素点 所以说它这个解析力 包括颜色的准确度 各方面都是非常明显的提升 而且它可以极大的提升 整个画面的动态范围 像素转化合成的照片 可以看到它在阴影的部分 这个噪点的水平非常的低 而且没有任何偏色的现象 那么普通的照片拍摄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在阴影的地方 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板顶 怎么讲呢 就是颜色的色带过度不平滑的地方 但是像素转化看起来就非常的好 而且颜色也没有湿帧 并且你可以看到噪点水平非常的低 而且这个噪点的parton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噪点的模式都完全不一样 像素转化合成的照片 就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但是你在使用这个拍摄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是在一个三脚架上进行拍摄的 所以说你在拍摄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动的 因为如果你稍微动一点点的话 最终合成出来的效果就不好 其次呢你的画面当中 不能有任何移动的东西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什么叫做不能有任何移动的东西 就包括风吹草动 天上的云飘过 甚至是旁边有个阴影 这些都叫画面内容移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通过软件后期合成以后 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 像素合成的痕迹啊 就是像马赛克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反正是非常的恶心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阴影的地方 比如说在室外风吹动树叶 吹动草皮 包括拍摄室内 吹动这个窗帘 甚至是你可以看到 天上这个云啊 稍微有一点点移动 它都会产生这种 像素合成失败的效果 所以说虽然它能够提升 很大的这个解析力 但是对于你的拍摄的要求 和限制非常非常的高啊 就像这种 我做室内的拍摄 绝大部分东西都是不会动的 完全不会动的东西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很小的地方呢 会移动 所以说拍摄出来这个画面呢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马 所以说你要想 完全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就必须要这个拍摄的环境 完全可以由你控制 比如说镜物的拍摄 可以说现场环境都是封闭的 也不会有风啊 或者是阴影影响你的画面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功能很好 但是真的是对于 你拍摄的 现场的环境的限制 要求太多了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使用性并不是非常的高啊 除非你能够接受 这样的合成之后 马赛克的效果啊 但是我个人是接受不了 起码是我这样的照片 交给客户来说 是有点不太负责任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功能 你必须要使用 索尼的这个Image Editor 就是这套软件 那么这套软件呢 我个人使用下来以后呢 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用 不光是因为它整个界面 整个UI反应非常的慢 加载照片 点击预览都非常的慢 而且呢 整个软件感觉功能也很差 比如说一些常用的快捷键都没有 那么放大查看对焦点什么的 非常的麻烦 而且呢 那它提供的这个边际的功能 比如说拉阴影啊 或者是增加曝光啊 我个人感觉效果 跟Lightroom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后期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比较差 所以说如果你是习惯了 像使用Lightroom 或者是Capture One的这种工作流的话 你会发现 你要单独的去导入到这个索尼的软件 再导出来 再处理 会对你的这个后期工作流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 我感觉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照片 需要这样的后期处理的话 会比较浪费你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只有几张的话 还是可以的 Adobe说 可能之后Lightroom会增加这种合成的支持 但是呢 他们也就是随便说一下吧 反正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那么视频拍摄的方面呢 我有做过对比测试 会发现 HR3相比于HR2最主要 最明显的一个提升呢 就是它的全画幅的模式 画质会好很多 那么之前HR2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像素比较多嘛 所以说 它这个CPU处理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呢 索尼就决定把这些像素全都丢弃 在丢弃像素以后呢 它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画质会降低 所以就出现了HR2的全画幅的模式呢 拍摄出来的画质 还没有APS-C画幅 Super 35的模式画质好 但是呢 这回HR3呢 可能是由于它的这个CPU速度上来了 虽然说可能用的这个 CMOS是一样的4200万像素 但是它在全画幅的模式下 不管是1080P还是4K呢 都能够达到接近A9的水平 虽然说 我比较下来的话 可能还没有A9那么好吧 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是达到了一个可用的水平呢 起码是要比HR2好很多了 那么如果你不太喜欢 经常切换这个APS-C画幅 和全画幅的视频拍摄的话 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消息 那么我之后会有专门的节目来 横向的评测 HR2 HR3 A9 包括HSR 甚至包括GH5的这个视频拍摄的画质 反正到时候大家看那个视频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那么虽然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台相机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机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台相机呢 应该是市面上综合性能最强的一台相机 大家都知道 HR2它其实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的画质是非常好的 起码是排到前几名的 那么HR3在保持了相同的水平的情况下 通过把自己的外壳换成了A9 那么它的这个操控性提升了很大的一些 如果说松下的操控性是10分的话 佳能我认为有9分 那么HR2的操控性 我认为可能只有2到3分 那么换了A9的外壳以后呢 我认为它的操控性呢 已经能够达到7 8分这样了 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操控没有那么极限的要求的话 就我个人的使用情况下来说呢 HR3这台相机呢 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我平时的需求了 虽然说可能在系统的反应上会稍微有一点点慢 可能在操控的这个感觉上 还是没有佳能或者是松下那么的利索 但是已经比HR2或者是其他以前索尼的相机好很多了 所以呢综合下来来看呢 这台相机即操控即画质 视频画质 包括五周防抖 包括4200万像素 包括10张每秒的连拍 各种方面来说吧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综合能力最强的一台相机 所以说如果你只想买一台相机的话 或者说对于我来说吧 假如说我只买一台相机来做所有的事情 活动拍摄 婚礼拍摄 或者是产品拍摄 或者是视频拍摄 想要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只想买一台相机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HR3这台相机 作为我唯一的买的这台相机 但是呢因为如果我要画质的话 我会用HR2 那我要速度的话 我会有A9 我如果要拍视频的话 我有A7S 所以其实HR3对于我个人来说 信力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个人并没有买这台相机 那我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这台相机是由我们的金主 威鱼共享相机提供的 假如说你们看过我的视频以后 对这台相机真的非常感兴趣的话 想要弄一台来玩一下 再决定要不要买这台相机的话 欢迎扫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租一台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一个器材的话 提前的去租一个这个器材来使用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很多人在问我说 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呀 我需不需要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鞋合不合适啊 只有你自己穿才知道 虽然说我们是可以用尺子 去量你的脚的大小的 但是你喜不喜欢这个鞋子的样式 你穿上去合不合脚 走路起来感觉怎么样 那只有你知道 所以说你需要亲自的去体验 亲自的去试 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合不合适 对吧 你光来问我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 你是要拍风景啊 要拍人啊 还是要拍视频啊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决定 你去租一个相机 租一个镜头 使用上几天来把玩一下 这个可能对于你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说 是更加有用处的 好吧 所以说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啊 我个人是真心觉得 这台相机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假如说我没有A9 我没有H22 我没有HS的话 我真的会买这台相机 作为我的主力机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收看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